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刚试射洲际弹导弹之后 紧接着澳大利亚、美国、菲律宾、日本、新兰一共五国 在菲律宾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举行联合决演 很显这是回应中国的洲际弹导弹试射 只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他们现在是后怕 既然他们要斗 咱们也当然是没必要忍 南部战区开始组织海空兵力进行演训活动 注意有一个细节 我们的洲际弹导弹是从海南岛发射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细节呢 海南岛发射 就是说我们的洲际火箭军的移动发射车 是应该渡海 先渡海方式 然后前往海南岛 在海南岛再机动 对吧 而外界咱们通报了外界 我们要试射 那就是说美军的RC-135S 去了黄海侦探 就是他没搞明白中国是在海南岛发射 他认为中国就不能够去海南岛 因为它是个岛 他认为中国应该是在沙漠地带 或者内地发射 对吧 所以他跑到黄海去盯着 盯错方向了 那说我们弹道导弹实弹射击渡海之后 前往海南岛进行试射那么经历过程的渡海 要轮渡啊 对吧 那我就认为这次保密工作做的相当完美了 轮渡居然没有发现 这次完全无依托发射 这种灵活性已经展现了 就是我任何地带都可以发射 包括岛也可以发射 想不到吧 就美国这次侦测中国洲际弹道过程 美军完全是扑空了 也说明什么 也说明我们打了个出 出其不意 让他没想到我们在海南岛发射 海南岛还一点 大家可能没注意 海南岛是南部战区的 我们火箭军在南部战区放这个洲际导弹 南部战区干谁 南部战区干的可就是美军航母 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打这个美军航母 那现在就是我们在海南岛发射洲际弹道 那不排除就是在支撑我们这个南部战区的工作 就是打航母战斗群 没往运吧 就打美军航母战斗群 现在看呢 如果用洲际弹道弹核弹去打美军航母战区 那这绝对是给力 就是我们可以有可靠的靠山了 这个东风导弹是吧 就是我们绝对靠山 那现在回到这个演习区 演习区现在是菲律宾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那我们这次做了准备 一方面是这次对方虽然是五国 但声势并不大 规模也是远不如之前 就说明他作秀 对吧 他们甚至也不想这次去掩护这个菲律宾船 去做他那个仁爱交送母 这次菲律宾是乖乖的 乖乖的体验通报中方 说明呢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以最小代价来吸引解放军注意力 对吧 他不想搞大 另一方面 因为这次五个演习美国并不高调 倒是澳大亚和日本叫的挺凶啊 澳大亚国防部啊 这个发声明说要支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为何美国这回啊 这个这个 不要面子了 对吧 他应该是冲在第一线啊 其实种种情况表明就是美国有意在南海搞战力收缩 让小弟点去 咱们之前早就躺过 他在撤嘛 对吧 后撤嘛 那慢慢的就把南海挑的事 这个任务交给了日本和大俩 注意啊 这次为什么咱们要这个已经公告了说要长代化要在这施舍了 民舰要舍了 长代化要舍 实际上美国已经退出一岛链了 二岛链 我们未来太平洋就足够大啊 什么要太平洋足够大 习近平和这个美国人说的 太平洋足够大 你能舍我也能舍啊 足够大 你往西射我往东射 太平洋足够大 实际就是咱们平分吧 咱们两个把势力范围画一画 那美军撤了以后 这个地区留谁 留自己小弟啊 日本奥地亚 说你们不能投降 你们孩子是我的小弟啊 南海呢 这个是美国把这火给点燃了 现在看美军想撤 美军想撤 把火点燃以后想撤 无非就俩理由 一个是多年较量以后 他在南海已经是没能力了 把控不了局面 对吧 而是小马资政府呢 菲律宾又弱 对吧 浮起来 找不了代理人 不划算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南海一年多观察 美国发现啊 中美真正可能对抗地点 不是南海 是台海 就他重新回到台海 这可能就是菲律宾九级疗舰撤了 撤了以后 美军公布了好几个对台军售有关 他认为还是在台海来这么一仗 对台有利 在南海他不利 对吧 你看美军在南海 发现自己已经处备被动了 就可以说明这个南海情况被我们完全掌握 只能说美军高层的反应还比较快啊 他立刻转变 看到了 那我们也明白啊 这个 就是实际他背后是什么逻辑呢 就是再不堵台海的口子 可能这个台湾 这块可能就是人家登上去了 他把兵力全往南海压 所以赶快回去救台海 那既然我们看穿了美国目的 那咱们面对这个五国军演在南海挑衅 你看又不是主力啊 现在全是一些这个 丁刚丁刚的什么破铜烂铁 是吧 拍到那 我们不能上大 就我们现在主力必须要避免在南海擦江走火 而是主力集中在台海 对吧 那既然你作秀我们心里有数啊 对吧 那应该说南海局势现在看呢 美国彻底的输了 本质上已经输了 南海局势 接下来现在菲律宾的重头戏 就是剩了提风系统 对吧 菲律宾的这个9702舰一撤远以后啊 他这个 俄罗斯现在第一个要提提风系统 不光是中国了 俄罗斯已经说你不再撤 再不撤的话我就干 为什么 这条航线是这个俄罗斯石油去这个东南亚的必经之路啊 所以中国现在 中国现在在这个区域是有绝对控制力的 你看我们的辽宁舰我给他介绍6天一共是起降舰载战斗机是250架次 6天 这个日本啊 统合幕僚监部9月27号公布的声明 把这个辽宁舰航母战斗航动向完全啊 给跟踪了 说9月20号到26号之间辽宁舰总共起降舰载战斗机约250架次啊 舰载直升机160架次约合410架次 他伴随航母舰艇包括052D118雾木木齐舰120成都舰123淮南舰901部级舰呼轮湖舰 目前为止好像舰载机直9直15现身了 7代这个殲15现在殲35啊 现在没有动 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频率已经是非常可观了 就足以在这个这个这个南海周边震慑啊 美军美军也就这样啊 他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太平洋足够大啊 实际就是不光你够啊 我也能有这个能力 这个意思就是足够大实际是我能够打到那边 你能打到这边来我也能打到那边 所以我们说的足够大 你要深度理解 你说要跟台湾人说他能说太平洋足够大吗 他说太平洋太大了 不是足够大 太大了我是摸不着的 他是不知道那边那边什么样的 而我们说足够大 就说我们有信心从这边打到那边去 你不也能打从这边 从你那边打到我这边来吗 这个话其实人得两方面说 对吧 像台湾这种日本这种他都不配说这话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还说太平洋足够大 实际就是告诉美国人 你不要在南海挑衅 台海现在呢就是他唯一 可能他唯一能 实际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国人 中国人揍起菲律宾来 菲律宾更就不够揍的 人菲律宾怎么能去美国人去卖命 但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真有一帮台独 是死硬台独 40万 那意思很简单 这帮人要跟你大陆磨呀 血肉模仿 咱们就绞肉鸡 台湾绞肉鸡地狱 你有多少老百姓要在里边遭殃啊 所以咱们看啊 这个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南海重名集结 我们现在看呢 这个南海不是我们的主要方向 我们现在主要方向还必须要盯着台海 我们之前在黄云岛的演训啊 其实就是针对这次他们演 他们五国军演的一个回应啊 其实就是我们这次在仙兵礁事件之后 然后人也教我们让他运捕 对吧 人也教那艘破船还让补给了 但是仙兵礁我们立刻让他滚 这个事随后我们在黄云岛又展开巡逻 这几个事窜起来怎么理解呢 实际就是明确告诉周边国家 越南 就是周边其他国家就一码归一码 你不要去学菲律宾 一码归一码 我们包括你菲律宾在内 不要对我们 就是不要试图改变现状 抱有任何幻想改变现状 就这个动作是 我们这个打掉美国的任何 可能预期的一种手段 就是这一轮的南海斗争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赢的 我们突出的是侦察预警 海空巡航 对吧 在黄云岛 这个方式是不常见的 以前不常见的 4月份南部战区 海空兵力在南海海域展开 紧急巡航 联合 突击 包括舰顶编队战巡 这个是海上联合作战形态 一个备战动作 但是短短5月之后 我们现在改为 预警机为主的海空巡逻 看到了吗 这个明显是已经在南海形成长台化管控的 这种动作了 就是说我们已经证明了 我们已经管控了 南海就是我们控制了 所以美军现在只能跑回台海 闹事去 看到了吗 所以这次我们发言人也强调是 例行严训 飞翼圈巡逻 带有一定实战背景战斗准备 预警机 它不仅能够发现目标 而且还能指挥调动海空命令直接打 这是我们泰式改正能力和战略能力 我们东风导弹 东风31 假改什么 可以打 我们发现也可以打 如果你在这不如什么弹 我们打了一发洲际弹 那洲际弹是从南部战区出去的 咱们刚才讲过 南部战区就负责什么 反航母的 就是说不排除这个东西 也是给美军航母战斗群之准备的